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朱芳如果然留一手 广东突传重大喜讯 辽宁阳明还是空欢喜一场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 CB领赛 众所周知啊,目前CB领赛正在 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很快就要结束了 广东队和辽宁队啊 依然是 柠檬领头羊的位置 很多球迷啊 现在看到辽宁队的 外软幅阁已经登场作战 大家都在为广东队感到担忧 认为广东队缺少了 双外软的加持啊 后面面对辽宁队可能会 遭入到困境 其实啊,广东队举教练 杜峰指导以及 总经理居坊如新生啊 留了一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啊,从广东队的 整体赛程来看 第一阶段的比赛 广东队并不会遭入到 太强的阻力 而且啊,不会如辽宁队 正面交战 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队利用传华般的阵容 依然取得了优秀的战绩 一个方面啊 磨灵的球队中 众多的年轻队啊 另外一方面啊 也为外软的回归啊 迎来了宝贵的时间 那么就在近期啊 广东队传来了重大的喜讯 根据媒体爆料啊 广东队的超级外人 威姆斯 近期更新了个人动态 赛区了身穿李宁球鞋的照片 向外界宣布啊 即将回归 CB临赛回归广东队 根据广东方面的媒体爆料啊 威姆斯 应该会在第二阶段啊 回归球队 到时候啊 广东队拥有了威姆斯 这位超级外软之后啊 对抗辽宁队的福格 应该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 外软的比拼来看啊 辽宁队还是空欢喜一场 虽然说 有消息指出啊 辽宁队 很有可能会再次引进一名 内性的超级外软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而且呢 广东队总经理朱芳如先生 为了增强内性实力 也在秘密的寻找啊 超级大外软 如果说广东队 在第二阶段 能够同时搞定 两名超级外软的话 那么新赛季的广东队啊 依然是 增贯的热门球队 辽宁队 想要宣翻广东队的霸举地位啊 也并非意思 对于少帅 扬名而赢啊 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 球队 众多球团的磨合问题 以及啊 球团的分配问题 比如说 郭爱人 福格 赵纪伟 这些优秀的后卫球员 如何来进行搭档 这也是啊 留给扬名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广东的奥运啊 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烦恼 因为球队的本土后卫啊 实力非常的优秀 偶其了 经常在一起打球 经历起了良好的化学反应 广东队的外卵 威武士 以及啊 如果引进大外卵的话 都可以急插急用 不存在磨合的问题 而且第二阶段啊 广东队的年轻小将 内心大魔兽 徐鑫 对球团的 很有希望迎来首秀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期待着 广东队和辽宁队啊 在新赛季 能够给球迷们 贡献更精彩的比赛 大家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